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我们的Z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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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首页 那我首页是index的点 ZMware 或者 点PAP 公司简介 abot.com 在我们不知道起什么名字的时候 那那应用英文搜一下 首页的ZMware 首页的话一般都起着index的要以index的开头 结尾的后缀后面可以是atml 也可以是PAP 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文件后缀名 但是我们的首页必须要以index开头 那公司简介 留言板 也就像是一般的 PRODAKT 联系我们 Contact 咱们来把这个 订取一下 视频中心 传媒人士 联系我们 公司相册 PHOTOPHOTOPHOTO 或者是 联系 那么 咱们 还有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根据栏目或者页面中元素的中文意思 中文意思的首字母开头组合 实时不建议拼核太长的单词 太长的是一般取四个词 就可以表达意思 如果出现页面冲突命名冲突可以这样 比如公司简介 比如关于我们栏目下面 有企业文化企业愿景 企业 组织结构 那么 首字母 开头组合 就是页面是 关于我们 点 Azml 那关于我们下边 还有 关于 我们 下华线 文化就是 Cuture C 点 Azml 关于我们 下华线 企业愿景 愿 那这样的话 都以首字母开始吧 第一个是文化 文化 大家读一下 企业愿景 文化 企业愿景 结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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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关于我们 下边的 组织结构 结构 或者是 组织 组织 结构 点 shareP 那就说 关于我们 是一个栏目 栏目下面 还有纸栏目 纸栏目的话 你可以采用这种下华线 那我一看 这一个页面 跟这一个页面 都是 公司 都是 GY WM 都是关于我们的 纸栏目 所以我这个 会 它的页面里面 会排到一起 那现在要探讨了 就是 它的 它以下华线命名 比如我说 我这个是 命名 下面的 这是另一种 另一个页面 那另一个页面 就是 元素 命名 这我把它改一下 这是命名 下面的 页面 命名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页index取第一个字母 i 同步 那么头部 top i 来写1 ad1 来看一下header是什么意思 来写1 这就一样 头 如果头部里边 还有内容 那么 根据上下左右 关系 可以 产生 i 那么 它内层的元素 那我就 HUD i header left 或者i header left 这是l left 或者i header left 只要你一看到i然后header首页的头部的左侧 组合方式 那其他类页 比如 我的公司简介的名称是abot 那么我的当前页面的class为用A开头 或者为了区别与其他以A开头的命名的其他页面 那我这里就加上全称abot abot 下滑线 abot top abot cont abot content about abot content content left abot content live 这里之所以要用下滑线来连接是因为 假如你是 假如大家看一下class abootabot如果是杠的话 c杠nevd 那我现在双击只能选择一个 只能选择一个 假如我把这个杠改成下滑线 我直接双击 就能够直接选中整个单词 这是一个技巧 遮断 再看到我们的命名 整站架式 对一个建站者来说肯定不止有一个网站 可能有n多个网站 那么如果每个网站都有不同的命名 比如盆量工作室 说个假如 假如是盆量工作室 那么盆量工作室 这个网站 命名 名称 class是 网站的头部是 盆量 PL 首页的 header 的左侧 当然 H111D1R header是我们的 其中 与其他网站的公共部分 与其他网站一样的部分是 I 相发现 Header Live 那么我们就在不同的网站 不同的网站之间 加上了 客户的公司名称的首字母 字母或者品牌标识 方便查找 方便查询 那么其他的网站 其他的网站 比如 如果 还有一个网站 是王刚 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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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 博客 那么我们如何 来 不仅让网站 产生区别 同时又可以看到 网站可以看到客户的分类 可以 可以这样 王 王刚 首页的 这里 先定义 定义是某一个客户的 然后我找到 我要找某一个客户 那 这个客户 他是什么网站呢 是blog blog blog 那我就简称blog 那我就简称blog为大写的b 或者我把b加在前面 这是属于博客网站下面的 有一个王刚 王刚这个客户 他的首页 他的 hider toco hidertoco 这样去的话 似乎有点太长了 那就再检测一下 王刚 王 或者 刚 虽然这样可以 但是 很多 做网站的人 在 再思考 能不能 能 能不能通过 做了一个网站 而 拓展到 拓展到 其他 任意网站 比如 我想让 一个网站的 样式 和结构 直接 拿到 其他网站 之后 尽量 少改变 尽量少改 尽量少改变 就实现 实现 效果 实施 我们给 每个网站 固定一个 名称 或者 配合 和其他公司 员工 和其他公司员工 制定 一个 命名 制定一个 公司内部人员 使用的 命名方法 命名方式 命名 命名方法 那么 我们的 所有网站 所有网站的 拖布 都是 Header 都以Header开头 大写的NH开头 Header 表示 大写的H是 表示 是 你 是 小写的H是其他类页的 小写 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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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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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通过时间排序来找到目标 而且大体的框架名称可以变化 但是具体的模块样式部分 我总是喜欢采用统一的名称 这样我复制相同的模块 效果到另外的网站 就不用再改动太多的地方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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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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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